大家好,我老肉 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阿拉斯加那边取消了今年的血蟹捕捞记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以前从来没有过 而且血蟹的老邻居帝王蟹 今年也不能捕捞 它是连续第二年进步 就说明当地的螃蟹们确实出了大问题 这问题有多大呢 阿拉斯加渔猎部的研究员 本杰明·戴利给了这么一个数据 他说白岭海血蟹的数量 2018年大大小小 大约有80亿 到了2021年只剩下了10亿 竟然有70亿只血蟹 三年时间就神秘消失了 非常离谱 这个规模绝对不是过度捕捞能解释的 因为捕捞螃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就有捕蟹 三年捕几十亿只绝对不可能 而且其实1718年那会儿 血蟹的形势还相当好来着 研究人员曾经在白岭海发现了大量的幼蟹 据说都创历史新高了 谁也没想到突然就这样了 那么在冰冷的深海海底 雪蟹们是怎么生活的 最近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今天的节目咱就来深挖一下雪蟹 那么说到好吃的螃蟹 咱之前讲过三种 一种是帝王蟹 一种是椰子蟹 还有一个是蜘蛛蟹 不过在生物学分类里面 帝王蟹和椰子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螃蟹 它俩都属于寄居蟹总科 可以理解成是正在努力变成螃蟹的准螃蟹 另外一种蜘蛛蟹 这是真螃蟹 属于十足木 暴卵亚木 短尾下木的蜘蛛蟹总科 而且咱们今天的主角雪蟹 蜘蛛蟹也属于蜘蛛蟹总科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蜘蛛蟹 不过从长相上来说 就有点诡异了 因为蜘蛛蟹的典型特征 是干巴巴的细长腿 身体撑得很高 雪蟹呢 腿也长 但是也很粗 平时贴在地面上 没怎么有家族特征 反倒是亲缘关系很远的帝王蟹 雪蟹倒跟它有点像 背甲都偏三角形 腿都很粗壮 不像亲戚像李英俊 有点趋同近化的意思 雪蟹和帝王蟹一样 喜欢冷水 老家在北太平洋的白岭海 不过雪蟹除了白岭海之外 还多一个原产地 加拿大东部也有 然后它们都生活在大陆坡上 从几十米深到几千米深 都能生存 平时吃贝类啊 虾蟹啊 蠕虫啊 海蛇尾之类的 以无脊椎动物为主 另外像金螺或者沙螺 这粒腐肉它们也吃 食物匮乏的时候 还会同类相食 所以吃东西这一块 雪蟹和帝王蟹一样 适应力还是很强的 之前帝王蟹那期 咱说苏联人为了吃着方便 把帝王蟹从白岭海 投放到了巴伦之海 结果就泛滥了 破坏了生态 造成了鱼类减产 现在雪蟹呢 也去巴伦之海了 虽然它们怎么去的 谁也不知道 不过从1996年 第一次发现开始 雪蟹在巴伦之海的数量 是一直稳不上升 预计未来能达到 加拿大东部的水平 这对爱吃蟹的吃货朋友们 倒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都要上餐桌 那雪蟹和帝王蟹的区别 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了 首先腿的数量不一样 雪蟹是真螃蟹 连钳子一共10条 帝王蟹是尾螃蟹 只有8条 然后帝王蟹 不管是腿上 还是背甲上 都长了很多尖刺 麻麻来来的 相比之下 雪蟹就比较光滑 比较圆润 另外帝王蟹的壳 又厚又硬 吃蟹腿你得有工具 不然很难打开 雪蟹可薄 不用工具就能掰开 有手就行 比较方便 最后是大小方面 帝王蟹不用说了 要大很多 几公斤到十几公斤左右都有 再加上价格贵 不是谁都舍得来一只的 雪蟹这边 最大也就是一公斤多 而且市场供应量大 价格就实惠一些 比帝王蟹更亲民 能来一只的消费者 就多了很多 不过即便是这样 雪蟹在海鲜里面 仍然算贵的 好吃受欢迎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得从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说起了 之前说帝王蟹 在巴伦之海 挪威海 包括南极的大陆架上 都已经泛滥成灾了 好多物种都面临威胁 当时有观众就很疑惑 说既然这么泛滥 为什么还这么贵呢 哎 这其中有个很大的因素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螃蟹们是不会自己爬上残桌的 比如阿拉斯加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螃蟹产地 捕蟹行业历史悠久 捕蟹渔民的经验也最丰富 不过就算是这么成熟的产地 捕蟹仍然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捕蟹行业的死亡率 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到 平均按10万人换算 每年就有128人丧生 这个数是所有职业平均水平的26倍 绝对属于是高危行业 那么它危险在哪呢 按道理说的话 阿拉斯加捕蟹主要是用蟹龙 把飞鱼肉放进去当诱饵 沉到海底 过上一两天 把蟹龙拉上来 就能收获一龙螃蟹 看起来也没那么危险是吧 不过实际上呢 可没这么简单 首先雪蟹的捕捞剂 其实非常短暂 也就是几周时间 蟹龙们必须在很有限的时间里 尽可能多捕蟹 所以渔船上的操作 基本都手忙脚乱的 然后出一次海 基本没时间休息 每天工作时长 甚至超过18个小时 大家都是很疲惫的状态 然后蟹龙呢 一般都很重 有些能有400公斤 所以放蟹龙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就容易被绳索带倒 有落水的危险 另外海上风暴还特别多 再加上白领海气温还超低 在甲板上作业 容易出现湿温的情况 也会危及生命 然后还有个不利条件 就是阿拉斯加的补蟹季都在11 12月份 北半球高位度地区 白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可能也就是几个小时 其余时间都是晚上 漆黑一片就更容易出危险 所以补蟹行业绝对可以算是最恶劣 最危险的工作 虽然报酬很高 一个补牢季几周时间就能收入3万到5万美元 但是风险也确实有点太大 雪蟹和帝王蟹卖的贵 这是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就算帝王蟹在挪威泛滥成灾 终端市场还是便宜不了 你想阿拉斯加有经验的渔民 都这么容易出意外 挪威那边缺乏经验 补蟹的风险就更大了 相比之下大王一拉 补垫鱼什么的多顺手是吧 好多渔民犯不上冒这个险 以补蟹为生的渔民还是少数 不过今年的情况确实有点严重 就算是愿意冒险的蟹农们 可能都没这个机会了 雪蟹捕捞机予取消 阿拉斯加好多蟹农的生计 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那71只雪蟹到底去哪了 就成了必须要搞清楚的事 说阿拉斯加的雪蟹 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物种 一直都有严格的捕捞限制 简单来说就是3S Season Size 6 也就是说 你只能在特定的捕捞机 捕捞超过一定尺寸的雄性 所以出现在餐桌上的基本都是大个儿的攻险 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雪蟹 今年评估的数量大约在3.3万吨 什么概念呢 说过去20年的平均值是11万吨 今年还不到三分之一 这就是今年捕捕捲计被取消的直接原因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他们通过抵托网采样来了解雪蟹的生存状况 对比了1988年到2019年这30年的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19年明显有问题 首先在白领海的北部 他们发现块头很大的攻险的数量多得离谱 竟然比18年增长了20倍 非常反常 有观众人说了 说数量增多 这不好事吗 哎 其实未必 不有句老话吗 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是吧 常年研究血蟹的专家们 一眼就能瞧出来 他们知道血蟹有个特点 就是还没长大的小血蟹 喜欢的水温会更低一些 在白岭海来说的话 北部海域更适合它们 然后等长大成蟹之后 就往东南方向移动 去白岭海东部生活 也就是阿拉斯加 传统补蟹的海域 血蟹有这么个习性 就决定了研究船 在北部海域下拖网 上来的应该基本以右蟹为主 19年上来这么多成年大公蟹 右蟹反而很小 就说明血蟹的生态 已经出了问题 什么原因呢 科学家们的推测 跟水温有关系 成年血蟹在白岭海东部 非常依赖一种叫 Cold Pro冷池的水体 这冷池其实就是海滨融化之后产生的 水温再两度一下 血蟹很喜欢 不过最近几年 白岭海冷池的范围是越来越小 2018年更是首次出现了 完全没有冷池的情况 没有足够冷的水 除了血蟹不适应之外 还有个大麻烦 就是阿拉斯加侠雪鱼 这种雪鱼体型很大 底气肉食性的 很喜欢吃血蟹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蟹吃多了 肉还真有点像蟹肉 人造的蟹足棒 一般就用它们的肉 也就是说 血蟹吃了蟹腿 结果自己变成了蟹腿 就很悲碎 然后说雪鱼虽然爱吃雪蟹 不过受不了太冷的水温 雪蟹躲在冷池里面 一定程度上 就能避免被雪鱼不吃 所以冷池还是个屏障 1819年冷池没了 雪鱼们就长驱之路 杀进了雪蟹的地盘 好一顿胡吃海塞 雪蟹们怎么办呢 就只好一路背上 寻找更冷的水体 因此白陵海北部 就出现了大量的成年雪蟹 成年蟹不仅吃得多 抢了幼蟹们的食物 而且还有同类相食的细性 幼蟹直接被吃掉也有可能 所以幼蟹的数量 才变得这么少 可能是这么回事 那么19年幼蟹数量骤减 反映到今年 就变成了可以合法捕捞的 成年蟹数量严重不足 而且明年怎么样 今后怎么样 谁也说不准 不过海水升温 对雪蟹的影响 可以说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升温势头继续的话 那就只能寄希望于 它们在更靠北 更冷的地方 建立新的气息地 不过什么时候 能恢复到曾经的种群数量 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除了阿拉斯加之外 北太平洋的另一边 日本这边 也有雪蟹文化 日语里面叫 ZWAINANI 直译过来是 细枝蟹 说它腿跟细树枝一样 另外还有好多俗称 比如越前蟹 指的是福井县 越前港捕捞的雪蟹 很有名气 然后还有松叶蟹 说的是雪蟹的腿肉 它有细长的纹理 很像一根一根的松针 这也是雪蟹的特色 雪蟹在日本被称为 冬季味觉之王 人气非常高 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而且还有好多专门吃蟹的点 比如最有名的 可能有朋友知道 它的招牌 就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雪蟹 而且还会动 让人印象很深 那么实际上 据说日本的蟹文化 可能就是这家店搞出来的 说1960年代之前的时候 雪蟹并不是什么高档食材 很少有人专门去补蟹 偶尔托往坚卜上来一些 就挑各大的便宜卖给当地人 在本地就吃了 小的那些要么扔掉 要么拿去堆肥 很少往外流通 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运输问题 你想啊 那时候还没有先进的冷链物流 鱼类可以腌制或者晒干 然后进行流通 血蟹就不行 虽然也有人把它做成罐头 不过并不怎么受欢迎 市场很小 所以渔民们大多以捕鱼为主 不怎么搞螃蟹 后来蟹道乐的创始人 金金方雄研究了这事 他把捞上来的血蟹 预先煮一下 煮个8到10分钟 然后过一遍冷水冷却冷却 最后浇上水冷冻 这么处理过之后 再往外地运输 蟹肉就能保持很好的鲜度 你就算过上一段时间再吃 口味也没有很大差别 这个方法 直到现在都还在用 所以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蟹腿 蟹肉之类的 一般都是预煮过后再冷冻的 这样口味更好一些 那么有了这个方法之后 金金方雄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蟹老板 他开发了好多血蟹的吃法 然后1962年 在大阪的黄金地段 最繁华的新塞巴西新斋桥 开了一家蟹道乐 当时正好是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期 消费者都不差钱 再加上血蟹还这么好吃 所以一下就火了 后来不光是大阪 蟹道乐在其他大城市也开了分店 专挑最好的地段 彻底把日本人吃蟹的兴趣 给培养起来了 每年开补那天 第一批出水的血蟹会被第一时间直送到大阪本店 媒体还会报道这事 可以说氛围那是相当足了 蟹到了这么火 自然就催生了更多的蟹老板 日本人吃蟹的市场也就越来越大 既然有这么好的市场 有个问题就很值得考虑一下 什么呢 就是人工养殖 那么血蟹到底能不能人工养殖呢 首先从母蟹的繁殖能力来说 还相当不错 它们跟龙虾一样都属于暴卵亚母 卵在体内受精之后 把卵暴在肚子上 等孵化出幼虫再释放到水里 母血蟹每次暴卵的数量 能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孵化需要一年时间 比较漫长 不过它们有个好处 就是孵完一批 马上就能再抱一批卵 因为母蟹有个储精囊 交配的时候会保存一定量的精子 可以随时钓用 所以孵卵这个事 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然后刚孵化的幼虫呢 长得像小虾米 飘在水里过浮游生活 过上100到120天 经过几个阶段 才能变成小螃蟹 然后沉到水底 去过螃蟹的生活 沉到水底之后 血蟹漫长的生长期 就算开始了 有多漫长呢 说它们大概要七八年时间 退十次批左右才能性成熟 大约得十岁 才能长到允许补牢的尺寸 这实在有点太久了 你想 你半个养殖场 养了批蟹苗 得等十年才能见到回头前 这是一耗的钱是吧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养殖血蟹还不现实 不过呢 作为科研来说 其实养殖血蟹的尝试 一直都有人在搞 比如韩国的 沁北水资源研究所 08年2月份 补了100只母蟹 孵化出了大约6万只 后来经过100天的努力 终于把它们从浮游生物 养成了沉到水底的幼蟹 只是到这个阶段 6万只就只剩下了320只 存货率0.5% 而且这时候幼蟹多大呢 背甲只有3毫米款 还没玉米粒大 就这样已经是研究所 多年努力才实现了 其实除了韩国之外 日本人也在研究 比如2017年 冰库县的成奇海洋世界 开启了一个 十年血蟹计划 目标是养出成年蟹 结果养了4年多之后 少年蟹的背甲 还只有1.5厘米宽 一个小硬币那么大 实在离谱 所以说 像是帝王蟹啊 血蟹啊 这些深海里的生物 还是得在野外才长得好 虽然看起来 地球上还有很多水域 适合它们生存 不过这次阿拉斯加 70亿只血蟹 说没就没了 就说明这事儿 没那么简单 也算是给人类提了个醒吧 对啊 不过这次阿拉斯加